2023年世界拼联法兰克福冠军赛 王曼玉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迎战朱千熙 王曼玉在前两局发挥出色 大部分时间都压制对手 很快就连赢两局 第三局王曼玉一度以5比3领先 局末还以10比9拿到赛点 让人意外的是王曼玉连丢三分 被朱千熙以12比10扳回一局 第四局王曼玉重新调整 连续破掉对手的发球 打出5比0完美开局 正常来说王曼玉胜利在往 不过朱千熙很顽强 他的搏杀也很凶狠 加上王曼玉的状态出现波动 韩国选手朱千熙也是连续得分 将比分追成3比5 马琳随后帮王曼玉叫了暂停 这个暂停看起来没有明显效果 朱千熙打出了自信 随后追成5比6 他又在5比7落后的情况下追成7平 朱千熙确实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准 就是放手一搏的姿态 在0比5开局的情况下 朱千熙既然逆转了王曼玉 以11比9再赢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对于世界冠军王曼玉来说 拖施5比0的优势确实不可思议 马琳也目瞪口呆 到了决胜局 王曼玉取得5比1的领先优势 朱千熙随后又是连续追分 又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但王曼玉最终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以11比9惊险赢下决胜局 大比分3比2险胜朱千熙 惊险晋级女单4强 半决赛对阵早天希娜 应该说朱千熙发挥确实不错 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凶狠薄杀拼出了机会 当然王曼玉资深失误有些多 第三局和第四局都有很多机会 但白白浪费最终经历了过山车的剧情 让马琳惊出一身冷汗